哈囉大家好我是維恩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神佑美杜莎的簡評 沒錯啦 那我們開頭先說結論 神佑一解 只能說是荔枝比較令人 令人比較失望的一隻角色吧 嘿對 令人比較失望的一隻角色 簡單來講就是莉莉絲腦洞又開了 那就又有人要遭殃了 那這次遭殃的就是一解 嗯對 就是這麼的簡單 莉莉絲腦洞開了就有人要遭殃 唉 算了啦 他們還願意開腦洞是好事啦 好首先我們先看到神佑異解 那我們先看我們上次漏掉的羈絆 呵呵呵 上次忘記看誰 看一看就漏了 那個 聖域遊俠吧 哼 說要看羈絆 然後沒了忘了 好 特意留了個紅點提醒自己 那二星拿到三千生命 嗯普普通通 拿個生命就 基本上都會拿到的 正常 那 三星拿敏捷 還行 四星拿命中 還行啊 都是一些OK的屬性啊 只是 對於泰坦來講 這些屬性真的就是 少之又少啦 那 五星的時候拿到了 很厲害的 魔閃加一 唉魔閃加一很厲害 那整體來講 不是特別的暴力 那以前的一解是本身面板就很好了 以前的一解是本身面板就很好了 然後在外加 二角的技能真的是強到 強到 亂七八糟 喔 那這一隻神又一解 就 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喔 對 沒錯 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那 讓我們先從面板開啟 那 面板的部分呢 就是最基本的喔 命中就是最基本的 28點起步喔 那再加上 戰神護腕 至少是護腕 可喜可賀 那 本身就有60%減控 本身就有60%減控 但是比較難過的是 比較難過的是啦 他的第六間裝裡面 他的第六間裝裡面 是沒有沙漏的 那現在要習慣 就 突然就不給沙漏了 對 那在不給沙漏的情況下 依神又一解的特性 選屠戌鎧甲 選屠戌鎧甲 會是比較好一點的選擇啦 沒錯啦 對 沒錯 至少他本身自己 就有60%減控了 這算是可喜可賀 那在我們 接著來我們看到技能喔 那在講技能之前 先講一解的大絕的施放呢 不快不慢 不快不慢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也不曉得他什麼時候會放大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的秘術者的 主動效果跟被動效果 我們待會講到秘術者的時候 再細談 那首先先看一下大絕 這個不知道會快還慢的大絕 對啦 那簡單來講 一樣是石化 石化面前敵人啦 那 他有個被動 所有石化效果呢 都會被石化的敵人受到的誤傷提高 嘿 沒錯 那 那這招呢 這招不吃檢控 對 算是 他的控制時間是5秒 算是一個特例的喔 因為大部分不吃檢控的 都2-3秒而已啦 5秒以上不吃檢控的 算是非常厲害了 對 那 這時候就要講 神佑一解 會爛的其中一個原因 這時候要講一下他一個特性 神佑一解的所有傷害 都是物理加成的魔法傷害 對 就跟藍胖一樣 魔法加成的物理傷害 嘿對 所以 不是藍胖 紫胖啊 對 所以就變成說 呃 不是啦 紫胖一樣也是物理加成的魔法傷害 對啦 喔 那我那時候前三講錯了 沒有反過來 兩個一模一樣啦 所以簡單來講 你拿了一身物理輸出的裝備 那物理系數吃得到以外 其他全都沒有用 全都沒有用 對 就是 就是這麼的難過 就是這麼的難過 喔有啦 誤爆還是有用啦 畢竟誤爆是一個物理技能的爆擊傷害 只是這個物理技能打出來就是魔法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他會沒有魔爆傷 他會沒有法穿 那少了這些東西 傷害 就要很高很高很高 才能打出能看的數字 喔對 少了這些東西 因為物包傷跟物川本身裝備有給 但是 他打出來的傷害是法傷 嘿對 就是這麼 就是這麼的爛 喔 所以呢 打法傷 所以就會 打到魔免的 這一招是控不住魔免單位的 喔對 那這招本質上 還是個物理技能 喔本質上還是個物理技能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有命中問題 那 沒打穿護盾 也實化不了敵人 對 然後 在這些情況下 實化全都不算 喔 沒錯 一姐你的處境是有點堪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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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對 就 我記得以前的一姐 那個 實化算是個魔法技能啊 怎麼到這裡就變成一個純純的物理技能了呢 還有命中問題 還要打破護盾 然後都打到魔免還沒有用 是有點難過啦 而且 魔免 被魔免控制 上不去 導致後續 他的那個物理傷害提高也沒了 喔 那簡單來講 我這裡大膽猜測啊 莉莉絲就是 想 反正他這麼頻繁的實化 那我就給他實化給了一個很高的異傷 45%喔 45%異傷很高喔 45%異傷很高喔 而且 根據機率 這個異傷可能會是持續增長的喔 對 所以45%異傷導致說 他們 有了這個想法之後就 那不然就 來個物理加成魔法傷害 嘿對 可是 還有一個問題是 就算他們這邊都這麼想好了 可是這個異傷單純是給物理傷害提高啊 可是異劫打的是魔傷啊 又講不通啦 所以老實說 他們在設計異劫的時候 基本上就沒有想要讓他成為一個輸出啦 你說他是輔助型 說他是個控制型角色型 說他是個坦克型 他唯獨不行就是當個輸出 他唯獨不行的就是當個輸出 可憐啊 那接著我們來看他的遺跡分裂劍 那簡單講就是他普攻變成分裂劍 然後每一劍呢 都是會附帶 就是除了本身的物攻以外 還會帶有法強的法傷 嘿對 還會帶有法強的法傷喔 那請問你們看一下啦 齁 一姐的法強 一萬點而已啦 我們隨便抓一隻正常法師啦 人家正常法師都 正常法師二星也要有個兩萬點的傷害啦 也要有個兩萬點的法強啦 你一姐就是一萬點 對啦 雖然說分裂劍 已經 多打了很多目標了 所以 法強低一點打起來 那個總傷害可能還是差不多啦 那個傷害就很好笑啦 那 接著這一招還有個被動效果是 每次普通攻擊 隨機目標 每次普通攻擊隨機對目標造成 減能 石化 減速 減甲 四種效果之一 對 沒錯 所以就是你的普攻A下去 你的普攻有A下去 有 其實他這一招啦 他這一招優點就是 第一段就是你自己本身物攻 再來第二段就是那個法強加成的 法強加成的法傷 那第三段 那個debuff的部分 是不管怎樣 判定到了就上 就是判定到了就會上去 那他這裡沒有講幾率是多少 對 所以 他沒有講幾率是多少啦 喔 其實不是幾率啦 反正就是四種效果 他隨機會上一個 那這個上這些debuff是必定會上的 對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一解會扣能 他會石化 那石化同樣代表了抑傷 對 就是他大絕那個被動 所有抑傷都會增傷 那減速 剪甲 對 可是一解你打的是法傷啊 可是一解你打的是法傷啊 有點好笑啊 對 那 大致上是這樣啦 簡單來講 就是他的普攻 除了變成 跟以前變成一樣 變成分裂界以外 還帶了 各式各樣的 髒東西 debuff王敵人射過去 對 好髒啊一解 你真的好髒啊 那接著來看他的核心技能之一 秘術蛇 那召喚秘術蛇呢 對範圍內敵人造成傷害 並石化他們 就跟以前一樣 往前丟一隻蛇 然後收回來這樣啦 那同時 偷取他們能量化為己用 那他有個被動 受到敵人攻擊時 有機率反噬攻擊者 石化並偷取能量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的就是 剛剛說大絕會快會慢 端看這招秘術蛇 全都是看這招秘術蛇 首先你秘術蛇 主動施放的時候 你能射到多少人 再來你的秘術蛇被動 能觸發幾次 53.6%這東西呢 機率 我這裡的機率就是有跟沒有 5050 就跟這裡差不多啦 對啦 所以簡單來講 一解 他的大絕施放快 就是看秘術蛇主動偷到幾個人 被動反了幾個人 對 那他反到的同時呢 還附石化 所以我才會說 如果一解 使用一解的本身運氣好的話 基本上那個石化呢 可以藏住啦 你的普攻也會石化 你的秘術蛇被動也會石化 你的大絕也能石化 好多石化 對 那可是 一解 你打的是法傷 你的意傷是物理的 對 對啦 總的來講就是這樣啦 所以他的大絕 他的大絕施放快慢 沒有一定 就是因為這招的關係 對 沒錯啦 那 比較難過的一點是 因為一解的站位是中排 雖然說他已經算是比較中排靠前了 但是 這個秘術蛇頂多就射到對方中排 那種中排比較靠後的角色 就基本上比較吸不到了啦 對 沒錯啦 那 最後 最後最後他的核心技能魔法盾 那進場時候有10層魔法盾 每層人在1層魔法盾呢 他的受到攻擊就會降到 降低一定值的傷害 那1層魔法盾我們可以看到是降6% 我們就直接降6%啦 所以他開場是帶著60%減控 他會降進場的 最近 這幾年 射手 沒有個50% 40% 沒有個4 5 60%減控都不敢說自己是射手了 是不是 真的是很吃夠欸 好 那我們接著看啦 那 每受到相當於5%最大生命值的傷害 計算到最終減傷前 喔 計算到最終減傷前 所以就是 基本上是 他不算魔法盾的減傷 就是這個傷害呢 在魔法盾的減傷之前 超過你的生命最大5% 就會扣你一層魔法盾 喔 不然開場60%減傷 還要打超過他5%的生命 他畢竟是個中牌啦 畢竟是個中牌 坦度至少跟後牌比起來還有那麼一點點 喔 對啦 那就會少一層魔法盾 那但是魔法盾的取得呢 每拿到200點能量就會回一層了 喔 對 呃 他要回200點能量喔 我們看一下難不難啦 一個秘術蛇射出去扣119點啦 換言之啊 你的秘術蛇射出去有射到兩個人 你就拿到一層魔法盾了 當有兩個人打你同時 50%的時候觸發了 你又拿到一層魔法盾了 這個機率大概是四分之一啊 喔 簡單算一下大概是四分之一啊 喔 市場戰鬥一解就有可能被兩個人打到的時候 就會拿到一層魔法盾啊 很鬼扯耶 而且這個是 而且那個被動是每次傷害 每次傷害計算耶 阿有些角色傷害多斷到一個不可思議的 嗯 那他是不是他一個人就可以幫易簡把魔法盾充滿了 喔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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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好吼 對 那接著呢 魔法盾存在的時候 免疫大多數控制並免疫打斷 那每一格標誌是代表五層 魔法盾最多存在15層 那開展給你十層 還可以存到15層 15乘乘以六是多少呢 90 哇 这年头 所以说这次一解说他不是个坦克 谁信啊 说他不是个坦克谁信啊 最高可以拿到90% 而且条件 真的不是特别的难 跟各位科普一点 普攻是90点能量 普攻是90点能量 所以讲难听点也不需要 也不需要两次密宿舍 一次密宿舍加一次普攻 他就拿到一层盾了 所以要打一解 除非你真的要打到他完全 你的伤害要多 大到他生活完全无法治理 基本上最好是一发带走 不然这个魔法都会越跌越多 越搞越多 而且他只要存在一层 那个魔免跟免打断就是有用的 所以控制对一解来讲 一解我还不甩你控制 就是这么强的一只角色 结果没有伤害 结果没有伤害 所以说我才会说 这次一解性转一下 就森林之子 其实这是陆福的评价 就是性转一下 就森林之子 他的控制呈现方式 跟森林之子 不是那么一样而已 森林之子那个是 让敌人无法攻击 其实实话还是无法攻击 还负异伤 这么讲来 神又一解 把他当个坦克来看 他好像是比森林之子 还要强的一只角色 这样讲好像合理多了 只是人家是真正的坦克 还带补血 所以团队效益很大 你是个假的坦克 站位比人家还后面 就算了 然后你是个射手 你还 好啦 至少他有实话 实话异伤这个团队效益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对啦 如果他那个大绝 可以改成像老卡马一样 打到敌人伤害 打到队友 打到队友补血 他的伤 他的那个效用 可能会再更上去一点 老实说 现在的神又一解就是 他本身没有伤害 虽然本身坦克性 但本身坦克性质惊人 但对团队没有帮助 所以要是将来 神又一解 出自保 可以有团队效益的 增强的话 那神又一解 我看是会起飞 他的评价是不会这么难看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 那大家也知道 我个人觉得 这句话出来 大概是什么意思 凡子不要到一个不行的一个人 还是话不要说太多好了 那我们宠物的部分 基本上 选力量的 就是那什么 血液 八哥斗 牛 小GG 对 就是选这几只坦的 那这样 整个看下来 你也看得出来了 一解 物理 增伤 增好增满 本身打法伤 基本上 没有打出伤害的可能性了 那他在场上的作用 就是 挨打 挨打 放实 给实化 对 挨打 给实化 物理异伤 真的好怪的一只射手 也不能说好怪的一只射手 最近几年的射手就没一只震惊的 最近几年的射手就没一只震惊的 对 没错啦 那 塔罗牌的部分 塔罗牌的部分 战车 迎者 节制 那 他的技能 那些被打 作用 要建立在 有被打中的情况下 这个其实 第一手开箱 有讲过了 所以节制 迎者基本上不考虑了 那他本身 伤害 我们本身 如果你会用一截 那你已经不会去期待他的伤害了 所以 选战车是个假议题 因为你不会去选战车 你已经不会 你用他就不是期待他的伤害了 对 是这样的 所以最后唯一截 就是那个带点伤害 又带点坦度的 那个节制 对 塔罗牌基本上没有什么好选的 那这只角色 就是这么的没有热情 介绍起来我也相当无力 讲到现在 再来16分钟而已 破纪录了 新短纪录 为什么是新短纪录呢 这角色 一来我现在装备给不起 二来 二来就是 坦不住 二星肯定是坦不住的 这种需要坦的角色 每个三星四星 依据你的站位 越靠前那个星数越上去 一个中牌 我估计可能要三星到四星 才能发挥所谓的 坦那么一点的作用 是这样的 所以实战部分 好像很久没有了 好像很久没有了 但是就是最近的角色 比较都 敌心很难用 很难用 那 简单来讲 神佑一姐 就这样 你就把它当成是一只 再一只新的 森林之子 就是 比较怪的 一只比较怪的 森林之子 对 所以 变成说 神佑系列的卢主 好了 老实说 神佑系列的卢主 也还不到换人做 也不到换人做 那个卢主 还是那个 只会打伤害 然后打不出伤害 那个人 对 大致上是这样 好了 以上就是影片内容 喜欢的话 都可以帮我按赞 按订阅 分享 那如果有什么意见 或者想告诉我 都在下面留言 那我是伯恩 我们下期影片 再会咯 拜拜